天空一百层楼的家 天空一百层楼的家 寒冷的冬天里 一只名叫小猪的白甲山雀 正在寻找食物 啊 肚子好饿哦 有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呢 有了 猪鸡猪鸡猪鸡 小猪找到一颗向日葵种子 哎 只有吃这个不会饱啊 我想吃更多更多 猪鸡 小猪想着 对了 要是把这颗种子种下 等到开花之后 就会结出许多种子啦 猪鸡 好 去找可以种种子的地方吧 啪啪啪啪 小猪咬着种子飞到空中 然而放眼望去 全是一片矮矮白雪 正当小猪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从天上飘下来的雪花对它说 好 到云层里去看一看吧 小猪飞入云层里 那里是云朵的家 我想把这颗种子种下 我想把这颗种子种下 让它开花 猪鸡 这样啊 那里最好到一百层楼去哦 于是小猪一层一层往上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把这个当做花盆试试看 小云朵谢谢你 究竟 九 十 小猪到十层楼后 又继续往上 一 这里住的是雨滴 十一 十一 十二 这里是谁的家呢 猪鸡 在这里 每十层楼 就住着不同的主人哦 再往一百层楼的路上 请期待会遇到谁吧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希望它快开出花而来 首先要浇水才行 啊 好厉害 佩根冒出来了 啾鸡 小猪到二十层楼了 再往上会是谁的家呢 原来是彩虹的家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要不要来一块彩虹年轮蛋糕 好漂亮啊 我来尝尝看 哇 有好多滋味耶 啾鸡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我帮它照照七彩光束吧 啾鸡 啾鸡 发芽了耶 好开心哦 狙鸡 三十 小猪到三十层楼了 再往上会是谁的家呢 原来是蜂儿的家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欢迎光临 特制的蜂辣面很好吃哦 咻 哇 要被吹走了 啾鸡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我帮它吹吹温暖的风吧 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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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长出两片嫩叶了 啾鸡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 小猪到四十层楼了 再往上会是谁的家呢 原来是雪花的家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我们等一下要出发到地面野餐哦 慢走哦 慢走哦 好好享受野餐时光吧 啾鸡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我来给它满满满的营养 让它快快长大吧 叶子长出来了 雀鸡 四十九 五十 小猪到五十层楼了 再往上会是谁的家呢 原来是冰的家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我的蓝刀发抖了 温度太低 它会哭掉的 啾鸡 我帮它盖上 凡寒的罩子包 谢谢你 啾鸡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要不要尝一尝 美味的啥冰 好想吃鸡鸡 可是我全身都冻僵了 冻不了了 啾啾啾啾啾啾啾 五十九 六十 小猪到六十层楼了 再往上会是谁的家呢 原来是闪电的家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要不要来一份 噼噼噼 撒拉呢 哇 我的全身都码掉了 狙击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我帮他介绍 一一幅他的店吧 哇不行啊 他会烧焦的 猪鸡 六十九 七十 小猪到七十层楼了 再往上会是谁的家呢 原来是极光的家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可爱的向日葵 快快长大的 哦啦里啦 他长高了耶 狙鸡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我们结婚了 恭喜恭喜 啊结婚蛋糕 看起来好好吃哦 叽叽 七十九 八十 小猪到八十层楼了 在网上会是谁的家呢 原来是空气的家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请享用温暖的空气 呼呼呼呼呼 好厉害 小鱼到九十层楼了 再往上会是谁的家呢 原来是阳光的家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请将向日葵朝向我这边吧 强光闪烁 哇 长出花苞了耶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请问是谁住在一百层楼呢 九十 是我们的妈妈住在那里哦 九十八 九十九 终于到了 第一百层楼 原来住在一百层楼的是太阳妈妈 太阳妈妈你好 我的肚子 我的咕噜咕噜叫呢 贪吃鬼小鱼 我一直都在天上看着你哦 为了来到这里 你真的非常努力 好 大家一起合力 让向日葵开花吧 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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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温暖的阳光 照耀着向日葵 住在一百层楼的所有人 也都聚集过来 给向日葵 满满的水 空气 和养分 于是 向日葵 很快 就长大了 一直 向上伸展 绽放出 好大 好大的花朵 而且 一下子 就结出许许多多的种子 太阳妈妈 谢谢你 咕噜咕噜咕噜 小鱼 马上把种子 塞满自己的嘴巴 实在太好吃了 咕噜 我要把种子 当成礼物 带回去送给朋友 咕噜 那么 大家都来帮忙吧 咕噜 咕噜 噗啦噗啦 噗啦噗啦噗啦 当小鱼准备 回去的时候 天上 洒下 数也数不清的种子 小鱼回到家 和其他 白甲山雀们 一起享用了 种子大餐 在阳光 在阳光 在阳光温暖的照耀下 都是宝费 把日葡萝吃掉 不知道会变成怎么样呢 和大家一起享用 种子大餐 果然最美味 回事 咕噜 咕噜 便宜 这一天 咕噜 你 咕噜 咕噜 就是